進展是挺暢術的 如果嚴格來說 由我帶起這個問題之後 我的業界十分之幫手 現在都是十天時間到 已經開始生產 事實上已經開始初步生產 但是現在我們還有一些改良的地方 因為最近聽到很多朋友的意見 應不應該加一層防水的物料 中間的濾度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這些我們會改善改良 因為現在我們測試 這裡有兩個不同的口罩 這個就是用防菌布加一個底布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但這個就是防菌布之餘 再加一個防水 再加一個隔層過濾 之後才做一個 這個一定會比這個更加保護性高 不過這個會被焗很多 因為你有多差 你帶來的呼吸就相對沒有這個那麼好 因為這個層數較少 但這個保護性較高 所以到時大眾市民 就會要適應一下帶的感覺 這個情況 現在保護口罩的好處是甚麼呢 第一 防菌 第二 重洗 第三 可以環保 為什麼呢 你現在每天 丟幾百萬個口罩在那些區 如果我一個頂兩個月的話 如果七百萬市民 如果有一個就七百萬個 但如果一般來說 如果一個頂六十次的話 你七百萬個六十日 七六四十日 是四億二千萬個口罩 到時將會是一個環保災難 我希望有這件事之後 有幾樣東西 又可以重用 又可以環保 又可以防菌 但當然是防不了病毒 為什麼呢 你講明新型的病毒 你現在就算是 世衛好 美國 FDA好 它都未有解藥 那你未有解藥的情況之後 你如何期望我這個口罩 可以擋到這個新型的病毒 這個事實上是未做到的 但是起碼 就是防到病菌 先防到這個 可以重用 起碼不用去面對搶口罩 排隊 很擔心未來的供應 買不到又怎麼辦 希望這樣解決 基本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盡快 但是現在起步的時候 就會慢一點 這個大家都理解 還有原材料要製造 那隻原材料 所以現在都是製造的 70萬隻 因為我經常說可以重用60次 7642 即是等於4200萬隻口罩 但當然 現在講到70萬隻 都是需要時間陸續出貨 我希望看看可不可以 在2、3月份慢慢推出來 這個 現在始終我未可以 就算我生產到一部份 我都不可以推出市面 因為我現在仍在等待測試報告 雖然測試報告應該問題不大 但始終它是 第一 它拿著這個口罩的布 是洗60次的 即是洗完要乾 洗完要乾60次 洗完之後 還要去種菌 我要60次之後 種菌之後 出來的效果 是真的可以防菌 甚至殺菌 那個效果才可以 不然原來洗完60次 原來沒了效果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洗完之後 再用種菌 種菌之後看看效果 所以還需要時間 才能出到報告 初期的意思 可能在短時間 只有1、2萬個 但我現在應該可以做到 70萬隻的原材料 即是說 如果有原材料 自然有機會生產 如果你連送 送都沒有 你怎能炒得到 所以 初期在這段時間 或者2月份 可能是幾萬 即是2、3萬隻 但慢慢 每個供應會出來 即是如果原材料 是能夠到的 一早就說了 那2萬個 我一定是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即是長者 或者一些弱勢仔 為什麼呢 他們的問題是 你如果一般人有錢 你都可能有機會買到 貴一點 我給錢 但他們連多餘的錢 都未必有 他們是最困難的一班 所以一定是盡量幫到這些 當然價錢我還未定得到 因為現在還在改良 我可能還要加些防水的一層 或者過濾的一層 所以現在價錢還未確實 不過大家放心 我的價錢一定是相對大眾化 是負擔得起的 也不會 一定是 不會被人說 你正在發些什麼角爛財 這些問題 我期望 未來可能每天可以做到 如果可以做到2萬個口罩 就相對理想 因為如果2萬個 30天就可以做60萬個口罩 這個才是真正可以幫到整個社會 不 布口罩我已經解決了 布口罩基本上 我們只解決了 生產也可以搞定 原材料也可以搞定 我不需要政府任何的幫助 但反過來我現在想幫政府 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前置醫護人員 保護衣物的供應 開始短缺 我跟政府某些部門提過 我說如果需要幫忙 隨著隨著想 是什麼 我就可以用這些物料 做保護衣物 給前置醫護人員 保護衣物是什麼 例如現在的袍 或者他要穿的衣褲 為什麼這些物料 第一是防菌 第二可以重洗 現在很多政府的保護衣物 都是用一次丟 也是供應的問題 供應是否供應一次 但如果這些原材料 可以重洗 防菌 起碼他們可以 今天穿完 又洗 洗完之後 再重用 那你就解決了 供應的問題 我跟食衛局講過 亦跟食衛局以外的官員提過 我說你可以回去轉達 因為如果 你只說給一個局 那個局 還未能處理 那你有第二個局 也知道這件事 可能雙個訊息 再跨局去討論也沒有 這件我覺得是 幫得到手的事情 但至於政府 領不領情 就很難說